伴随着30系显卡的生命周期接近尾声 相信不少的玩家已经在期待40系显卡的到来了 而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 RTX4090官方售价将会突破1.5万元 同时其的性能将会领先RTX3090 152% 至于更为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早在去年的1月 关于Ovadia的RTX40系显卡就得到过披露 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的部分规格便得到了正式确认 据特别看 RTX40系显卡的架构代号为 Ada Lovelace将不再使用三星8纳米支撑工艺代工 而是会采用台积电5纳米工艺 其中的旗舰款RTX4090将已经与AD102核心打造 拥有12个GPC图像处理器集群 72个TPC纹理处理单元 以及144个SM流处理器单元 然而比较离谱的是 其将会配备多达18432个裤单核心 这直接是比RTX3090Ti的GA102核心多了71% 同时也几乎是目前RTX3090 加RTX3080核心的总数之核 这也就意味着 其的整体性能将会提升一倍 除此之外 RTX4090仍将会配备 位宽为384bit等 24GB GDDR6X显存 但核心频率将会来到 2.3GHz到2.5GHz 所以预计TGP功耗也将会突破450W 至于在性能方面 RTX4090的浮点计算能力将会达到90TFLOPS 相较于目前RTX3090提升幅度达到了150% 而相较于RTX3080 提升幅度更是达到了200% 而在价格方面 根据推特用户透露 为了打击挖矿行业的积极性 OVIDIA将会整体提高RTX40系显卡的售价 所以RTX4090的官方指导价 预计1899美元起 约合人民币12,066元 至于国内的话 应该会突破1.5万元 作为对比 RTX3090的首发价为1499美元 国行11999元 也就是说 RTX4090的价格直接是上涨了400美元 但是发售时间的话 40系显卡将会于今年的9月份公布 10月份正式上市 所以各位玩家们就敬请期待吧 但等到那个时候 显卡还会不会溢价 会员还紧不紧缺 这就得等到市场的考量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 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